超级爆刊亭特别节目 今天带各位敲开 BEST男团五位成员的家门 五位成员各回各家 增添了本次录制的难度 但是可爱的五位成员 同样给我们录制了精彩内容 有的私宅里建了舞蹈教室 有的冰箱里空空如也 也只能武装齐全下楼买菜 有的在节目里开了一堂美夫教学课 小哥哥们的可爱有趣 各位饭圈宝贝们准备接招了吗 哈喽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BEST小一鸣 我是BEST周柯宇 我是BEST赵泽藩 我是BEST卢宽宇 我是BEST队长风楚轩 这是我在家里蹲的第27天 这是我在家里蹲的第15天 这是我在家里蹲的第30天 这是我在家里蹲的第31天 这是我在家里面蹲的第好多好多天 然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的话 有可能获得我们BEST给大家送出的铅饼照 本期节目首先走进的是能把碗洗得正亮的周柯宇的家 看看他宅家生活是怎样的呢 实力证明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里外兼备的优质偶像 就是周柯宇本宇了 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环境 我觉得我家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敞亮 因为窗户比较多嘛 就是在客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地窗 所以只要是白天的时候 感觉屋子里面基本上都是白白亮亮的 充满阳光 对 然后我最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 我每天睁眼就是拉开窗帘 可能我会放一首音乐 然后先让自己清醒清醒 之后呢我会去吃个早饭 吃完早饭我就会下楼 我去遛遛狗啊 拿到快递啊 然后回来之后就会做一些家务活 然后等都都完了 我坐下来可能就会去看个电影 之后到了晚上我就会去做一下运动 因为还是每天就要消耗一下自己嘛 之后躺到床上我就会看一些书 然后看着看着 其实就会比较困 睡着然后第二天起来重复 起来重复 对一直都是这样 节目组安排我执行了一个特别的环节 叫做打开这扇门 本期节目将为大家打开周科宇 也就是我家厨房的这扇门 为什么要打开厨房的门呢 因为我对里面的卫生状况十分满意 因为里面的家务活都是我干的 然后基本上我们家的80%的家务都属于厨房 就什么刷碗啊刷锅洗地 去油渍等等等等 在家里面待的这段时间 家务活可以算得上是主要的消遣 如果是要让我选择一件物品来分享 有关它的故事的话 我就会选择厨房的碗 每一个碗都是我刷的 然后他们一个个的都被我照顾的特别到位 就只要是白色的碗 其实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碗 都是赠光瓦亮的 说实话这次疫情让我感受到了 我在刷碗的能力上 真的是取得了质的飞跃 就现在洗碗可能洗得比洗碗机 还要再干净一点 谢谢大家